而且那些人都已经改书面直屈 你赶快翻篇 有趣的是今天洪生汉还是书面了 而且我跟你讲 又不去了 洪生汉上一次 我在那时候刚发生了几天 你有遇到他吗 不是 我在战情市的时候 我就说洪生汉会跳得那么凶 骂得那么状况 一定是他就是那个直循力 的轮值立委 但是我当时不敢肯定 因为新闻还没有出来 所以我又故意远说 我推测了 我怕他就告我 结果隔天一看新闻 果不其然 就是他跟林主因 因为我当时的推论就是说 如果不是他 他就不会叫嚣成这样 怎么会一天两天三天四天 一个在立法院 真的是完全小到 苍蝇都不愿意考虑的题目 你可以搞三天 现在已经搞了十天以上了 没有因为 还有马云九 永明姐这个大前辈说 这个是连苍蝇都不想要 不是 真的啊 你就是一个程序问题 立法院最不重要的就是程序问题 你程序问题过了就过了 我那天就也是广告跟他们讲嘛 我在立法院啊 我那一阵子因为睡不着觉很焦虑 我安眠要吃得重了一点 结果我就竟然在厕所就 睡着了 就倒下去了嘛 那我这样子 因此我的质询就过了啊 那我是非常认真的立委啊 我当然很惊慌啊 可是你去申诉无效以后 鼻子摸摸啊 那立法院你本来就会这样啊 你跑行程也可能塞车啊 或者是你有什么时候 像我那天身体状况特别不好 那这个都是自己要承担的啊 那怎么会一闹二闹三闹四闹 而且呢本来黄国昌 在那个太阳花的事情 也已经被搞得这个满头包了 现在又给他舞台 我觉得民进党真的是 到底是为什么 这么爱韩国瑜是不是 这么爱国民党 非要贯注正面声量给大家是不是 那么爱黄国昌 不可思议 他一旦变成小党 他就闹 不是那你闹你要选对议题 但是对他来讲不在乎 他只要闹 民众痛苦于涨电价 他不在乎 痛苦于现在你所有马上 要这个全部来的万物起展 没错 然后呢 你现在还在搞一个 那是已经几天了 两周了有没有 有 他不在乎老板信要 你们竟然还讨论了这个话题 真的 昨天黄国昌那个热度很高 很高 大家转船转风了 黄国昌热度很高 就是民进党完全在帮黄国昌 因为黄国昌本来很烦恼 太阳花的事情如影随形 对不对 他如果不用这个来洗 所以黄国昌是故意的 他故意要去搞柯建民 洗掉他的太阳花污点 那你干嘛配合他演出呢 你到了今天还在闹 你在 真的 我觉得他们这些人 跟黄国昌什么情谊 然后对黑韩产业链之后的 忏悔不够是不是 他在这样搞下去 我跟你讲 韩国瑜的支持度还要升 因为韩国瑜没事看 就坐在那里 我觉得韩国瑜就觉得说 天到好人为你 还不错 总有一天 天到好人为你 他以前是 他今天的发文是说 他今天发文是在吃水煎包 他以前是动辄得救 现在韩国瑜是坐在那里 我的支持度就 因为他们闯那个水煎包 那个方向是错了 水煎包是国民美食 你即使一颗二七块 也是便宜 虽然在水煎包里面来讲 店家讲之后 我觉得一颗要三十块了 对啊 所以我说还是便宜 是不是 那水上常高那是一定的 那会是 一定的 那你是 但是还是不得不吃啊 不是有趣的是你知道 那友台有去访问 那一家水煎包的老板 老板说 是吗 好多人来吃 韩国瑜吃哦 我们不知道 冯四宽有来 意外发现大师兄喜欢 没有那是因为 我们那个演习的时候都不能出去 都是外面外卖 因为演习的时候 大家都在救温 也没有火防兵都减少了 你就外卖 外卖的时候我们就买到他们 我也吃过 蛮好吃的 真的哦 真的好吃 所以很方便嘛 因为这演习 我们本来想去买 那一旦真的打仗以后 那另外 那另外 那不行了吗 我们那个时候 新闻话题上本来想去买 后来听人家说要排半小时 说算了没有那个时间 真的没时间 没有那个时候 有时候我们先讲好 明天拿货 预定的就对了 预定明天 明天多少 我们先讲好 然后钱先负一部分 本来想说买来当道具 因为他们那时候 炒出什么一颗